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很多的時間都活在別人的眼中 然後你花了很多的時間 想要成為一個被別人稱讚的人 你很竭盡心力想要扮演好這個 讓別人稱讚的角色 有時候在這個竭盡心力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問過自己 你是誰 就是如果你把這些想要別人稱讚的角色 放掉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很認真地問自己 原始的你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問題有可能太大了 所以我們再用一個範圍比較小的方式 來思考這個 這個範圍比較小的方式就是呢 如果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 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 那你會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生活 既然這世界上就只有你一個人 那你的名字 你的職稱 你的學經歷 你的專長 你的獲獎記錄 這些它都沒有意義了 那這個時候 你會怎麼生活 這是我 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 我常常呢 把所有的狀況變成沒有 把所有的狀況變成沒有 然後再從其中我去想像 我想要有什麼 然後再去想像 才去知道我擁有的過程當中 到底這些是不是我想要的 那這三個問題呢 我是誰 那不用說服別人的時候 我要怎麼生活 那如果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想要有什麼 這就是我第二個人生 開始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的問題 那你一定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折 為什麼我問自己這三個問題 就是因為在我40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一間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照顧一群80歲起跳到95歲的長輩 時間大概兩年半 那我在照顧他們的過程當中 我深深體會一句名言叫做 憂傷的靈死骨枯乾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在我工作的過程當中 我常常會覺得 長輩的身上不斷的飄著 憂傷這兩個字 所以當時我就會覺得 憂傷的靈死骨枯乾這句話的情景 確實是存在的 所以我當時呢 在我工作的時候 就不斷的思考 我的人生的終點 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從看到他們的時候 想像到我自己 所以呢 我當時思考這樣的問題之後 我最後給自己的答案就是 我想要快樂 相對於憂傷就是快樂嘛 當時我就很單純 就是這個想法 我想要快樂 在我40歲的時候 那想要快樂 他一定會有一個起點 要從哪裡開始呢 我覺得工作很重要 因為工作佔我們 三分之以上的時間 而且工作的時候 你會像聯誼一樣 不斷的遇到不同的人 因為你的工作 有接觸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要有一個讓我真心喜歡 讓我快樂的工作 好 作為一個第二人生的起點 那這個時候呢 如何是自己真心喜歡的工作 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要從哪裡去探索 那當然是你過去的人生 帶給你怎麼樣的結論 你從你過去人生的結論裡面 去探討 什麼樣的生活是你真正想要的 什麼樣的工作是你真心想要的 這個時候我的條件是這樣 我那時候在40歲的時候 重新選擇一個工作的標準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工作不用寫履歷表 因為我覺得到40歲的時候 如果我再重新寫履歷表 所有的東西它其實都是成年往事 過眼雲焰 我覺得再講也是沒有意義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在寫履歷表的時候 感覺就是把所有的往事再以一遍 所以我當時第一個條件就是 這個工作它不用寫履歷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工作不要有老闆 不要有同事 因為我覺得有工作上有很多的困擾 都來自於老闆 來自於同事 我們做了很多 就是講了譬如說言不及義的話 離不從心的事情 都是因為這 老闆跟同事的關係 所以我那時候 有這樣的心願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心願呢 我希望我40歲的人生 能夠很單純的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可以單純的跟自己好好相處 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己為了要什麼 所以我盡量把它簡化 那盡量能夠簡化呢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工作呢 沒有老闆 沒有同事 那第三個工作呢 因為我希望簡化我的生活 那希望沒有老闆 沒有同事 當然最好的 就是連場面話都不用說了 所以最好呢 就是也不用交集 也不用應酬 這是我當時 在重新選擇工作的時候 三個條件 所以最後我選擇計程車司機 那當然這個當時呢 我就是基於這個三個條件 而選擇這個工作 但是後續 後續的發展 還是我覺得非常特別的部分 這是我工作的場景 我工作的時候就是我 方向盤 還有擋風玻璃前面所看到的景色 那我車上就是沒有客人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我可以不斷的回想 我剛剛講的三個問題 我是誰 這世界上如果只有我的生活 我要怎麼生活 如果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想要什麼 那我就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不斷的思考這三個問題 所以呢 最後 我覺得人要獨處的時候 你還會真正知道我是誰 還有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是誰呢 在當時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每天生活在大自然裡面 因為我的車子在自然的環境裡面跑 我的空間已經不再是辦公室的水泥森林 我每天都在大自然裡面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我是誰 我覺得在這個宇宙裡面 我們很微小也很巨大 很微小就是因為我們的面積體積來講 我們當然是很小 可是我們也很巨大 是因為我們是唯一的 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基因都是唯一的 你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唯一的 好 所以其實我們很微小 我們也很巨大 那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生活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是有被很多東西所無條件的支持著 所以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是有很大的愛在支撐著我們每天的生活 有大自然的愛 人類的愛都有 那我們要珍惜這樣的愛 並且把這樣的愛分享出去 就是當時候我的所得 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在高雄拍的 我覺得人生就像一場單打的賽事 不管你打的是網球 羽毛球 還是乒乓球 你上場之後 你的教練 你的加油團 都只能在你比賽的場地之外 從頭到尾 你就要自己完成這場比賽 所以我會覺得 生活其實是一件很單獨的事情 就好像海上的船 水裡的魚 都是單獨 海上的船在單獨的航行 水裡的魚它是單獨在游泳 所以這個 我們在生活在世界上 其實是一件很單獨的事情 所以你都要想像 想要擁有一個真正美好的生活 你必須要獨立生活的一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要從哪裡來呢 不知道你我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照片在船的上方 有一個亮光 照著那艘船 就是你必須要先體會到 我剛剛說的 其實我們都是被愛的 我們有很大的愛在支撐我們的生活 所以你要給自己一種 Focus的愛 我覺得在這世界上 誰最應該愛你 就是在這世界上 誰最應該愛你 在這個世界上 誰最應該愛你 是你自己 沒有別人 所以你一定要給自己 Focus的愛 你才能夠有 從滿意的愛之後 你會找到一個獨一無二的方式 來愛自己 你愛自己的之後 你才會跟快樂這兩個字有連結 如果你一直不知道什麼叫愛自己 你所得到的快樂 絕對不是從你的心來的 所以我的分享就是 你要讓自己快樂 你就要先愛自己之後 你才能夠從心去發現 如何好好照顧自己 用一種獨一無二的方式 照顧自己愛自己 才會你連結到快樂這兩個字 再走到今天這個過來人的這條路上 我有一個特別的提醒 就是你在通往這條愛自己的路上 會有一顆很大的石頭 這個石頭叫做你很自私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很大的網絡 就是每個人他都連結在一起 所以當你有時候做了一個選擇 想要脫離這個網路的時候 這個網路裡面的人會努力的想要把你抓回來 這時候他們用的工具 就叫做你很自私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特別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分辨自私跟愛自己 偶然就是那麼忽然 讓我們並肩坐在一起 唱一首我們的歌 我非常喜歡唱歌 因為我覺得唱歌是娛樂我自己的方式 讓我非常開心 而且我不用使用任何的工具 我就可以讓自己很開心 但是如果我在下一個講者 站在這裡的時候 坐在我的位置上 然後站起來 突然對後面的人開始唱 忽然就是那麼忽然 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對不對 因為如果我站在那裡唱 那上面會影響 上面的講者 也會影響在下面聽著你們 那這個行為就叫做很自私 可是同樣是唱歌這件事啊 所以它到底什麼是愛自己 什麼是自私 只有一把尺 但是這把尺你要自己去體會 自己去體會的時候 這個才是你的 那我覺得你擁有這把尺很重要 因為當人家用這塊石頭 放在你的面前 不讓你繼續走的時候 你可以分辨什麼叫自私 什麼叫愛自己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石頭移開 然後繼續往下走 所以你的心裡面要有這把尺 那我竟然到四十歲的時候 才做這樣的轉折 那我過去三十幾年 認識的親朋好友 他們當然會非常有愛心的跟我說 不要這樣 我跟你說 我們就繼續在辦公室上班 然後等著你退休金之後 去環遊世界 這樣不是很好嗎 然後我那時候回答說 我覺得快樂是要從現在 就要從這裡開始 不要等待 我覺得快樂是一件不能等待的事情 而且我有個發現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可以快樂 旁邊會有一群人跟著快樂 因為我覺得快樂是這個社會裡面 非常需要示範的動作 當你能夠示範 快樂是一種選擇 你選了之後你就有機會獲得 你會發現旁邊有更多的人 會去思考他們有沒有機會 因為一個小小的動作 讓自己的生活變得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樣 快樂跟他們不會再這麼的遙遠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提醒人家說 快樂就是現在就是這裡 不要等待不要等待你 退休你到退休去 要去環遊世界 而且那時候你不見得會有力氣 那我還有另外一個 所得就是說 讓自己快樂是愛這個世界最好的方式 記得我當時有這個轉折的時候 是因為我從一群 照顧長輩的過程當中 體會那種憂傷的心 那我覺得我們人跟人直接傳遞 如果一邊的選擇是傳遞憂傷 一邊的選擇是傳遞快樂 為什麼我們不選擇傳遞快樂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傳遞快樂 快樂是一種光 這種光會改變每個人的生活 所以呢 讓自己快樂呢 你旁邊的人會跟著受你影響 所以我覺得讓自己快樂 才是愛這個世界最好的方式 我覺得放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第一個要做的工作 就是忘了自己是誰 應該是誰 忘了自己應該要是誰 就是別人設定能力是誰 你的學歷經歷告訴你應該是誰 你必須要忘了這件事情 然後把自己歸零變成沒有 好好的問自己 你想要有什麼 那你的心會告訴你 你會有一個無限可能的方式 做一個什麼都可以做的人 那有一個人問我說 那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生活得像你一樣 最後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非常獨特的基因 那我覺得如果每個人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生活 那每個人都會長成一朵快樂盛開的花朵 那這個地球呢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漂亮的花園 所以我真心的覺得快樂是此生的目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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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